大家好 你喜欢古早味萝卜糕还是港式萝卜糕呢 今天我们来做古早味萝卜糕 快来看一下怎么做吧 今天我们来做最传统的台式萝卜糕 古早味的台式萝卜糕 这个是再来米粉 这是日正的牌子 这个牌子的粉料其实品质都还不错 看一下背面的介绍 这个上面有写 它这里面包含了再来米粉 玉米淀粉 小麦淀粉 马铃薯淀粉 它其实是一个调和粉 然后它也把这些修饰淀粉都已经调和在里面了 这个部分就是它的做法 我们今天就用它的这个做法 我们来还原挑战 看一下它的这个做法 做出来的传统的古早味萝卜糕 到底好不好吃 OK 好 分量很简单 材料就是这些 那再来米粉 这个是500公克 然后玉米的话 不是玉米 萝卜糕 这个萝卜糕是900公克 水1200克 还有一些盐巴 跟胡椒粉 那我们就开始咯 萝卜去厚皮 把它刨成丝状 取一个容器 我们先加700公克的水 把它煮滚 500公克的再来米粉 盐巴10克 1 2 茶匙的胡椒粉 把剩下500公克的水倒进来 把它搅成糊状 接着我们的萝卜水 这个时候已经是沸腾的状况 不能是保温哦 一定要沸腾 迅速的倒进来 面糊里面 迅速搅拌 如果这个时候 它没有办法 变成像这样子的糊状 那我们就要把它再放回去 瓦斯炉上面 让它中小火的加热 然后我们继续搅拌 它就会变成糊状了 容器的边缘抹上一些食用油 避免沾黏 把这个萝卜糕用力的震动一下 尽量把空气排出来 在最上面上一层香油 接着我们大火蒸30分钟 趁这个时候 我们来调一个沾架 这个是蒜泥 酱油膏 砂糖 开水 把它搅拌均匀 放入微波炉 微波20秒钟 这个就是早餐店 的蒜味甜酱油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再加一些辣油 蒸好的萝卜糕上面会有一些水分 我们用餐巾纸把它稍微吸干 放凉备用 刀子可以抹一点油 这样会比较好切 如果你有不沾锅 当然是最好 那我们今天要用铁锅 来示范 看怎么让它不沾黏 锅子一定要烧热 一直到它冒烟 好 这个时候毛细孔都打开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油 油会将毛细孔都封住 这样就不会沾黏咯 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等一下你在煎萝卜糕的时候 它会整个糊底 会整个变得脆狗狗 好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疗愈呢 把它煎到两面恰恰酥脆 我觉得这个是萝卜糕最诱人的地方 好出锅 好 试吃时间 试吃时间 OK 我们来试一个看它的味道 嗯 好脆喔 好吃 好吃 有听到声音吗 超脆的 嗯 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很单纯 很香 跟港式萝卜糕的那种辣味香肠 辣味萝卜糕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它软意适中 蛮好吃的 嗯 如果喜欢港式萝卜糕的话 我有另外一个影片 是介绍港式萝卜糕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的文字档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OK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